比赛开始 拍一队跳球以后 刘宜栋控制球 广东宏远队 才与前场右侧的包夹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广东宏远队的第一次防守 因为在战前准备会上 广东宏远队对这个防守 做了非常认真的步骤 广东宏远队防守推得非常快 广东宏远队队员 还是稍微的有些紧张 现场比分是2比3 广东宏远队落后一分 今天真的是进入总决赛 大家注意拼抢 注意防守 第一个三分球 宋西投 没有投中 但前场篮板也没有控制到 其他人要参加场篮板球 参与队11号李南 又投中一个三分球 6比2 广东宏远队对退手有点问题 虽然退得很快 但是找人不明确 对 这个七成在防刘宇仲的时候 因为上一场比赛 刘宇仲更多的是拉到外线 广东宏远队全场的全球失误了 上一场比赛 两支球队尽管是总决赛的第一场 是七比里面水平最高的两支球队 但是上一场两支球队失误 就41次在走 因为比赛刚刚开始 可能打得比较紧深一点 现在宏远队站得太死 一个人拿球四人盼着 没有人移动 然后又到上四五球 好 好在广东宏远队退房的时候 把球断了 李拳 好强 李拳 没有人补房 漏了以后没有人来协房 这个也是巴一队的 今天这个比赛里面 跟上一场打出不同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看这个11号 包括10号刘宜栋 刚才全部拉出来 那么底线就露空了 把广东宏远队的 所有的防守队员全部带出来 半边带球底线突破 广东宏远队认为 他就是带球底线突破 然后再分球 但是弱撤可以将来解放 李南前场投三门没有中 刘宜栋再补投 今天大家这个心态上 都相对比较着急 朱芳宇断球 还是要三分球 再命就好 15比15 朱芳宇能投中两个三分球 投得非常坚决 朱芳宇的特点就是 只要他两只脚站稳了 这三分球就有了 13号张静松 这个球是广东宏远队 在正场前场篮板的时候 没有拿到 发一对篮下的这种机会 16号末测 2米08的身高到了篮下 再赌房已经来不及 19比15 飞的是西藤反规 朱芳宏远队防守 13号张静松 的是14号王世鹏 16号后射普篮 杜峰也拉到外线 杜峰的身高是2米03 比较瘦 但是他打得很巧 在篮下的步伐的移动 包括弹跳的速率 确实杜峰能优点 杜峰防守的是 上一队的16号末测 好球 至少王世鹏绕前防守 断球成功 广东红远队 广东红远队想打一个前场的风风接力 这段时间红远队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 他一队防区收得非常小 四个人都收到三角区里头 都在内线 但是广东红远队呢 还是强打内线 并没有发挥 广东红远队外线的这个色彩 超远距离的远头 第一队结束的时间到 他一位22比19领先 结束第一队 谢谢大家